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战舰 我是爱你们的迷妹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星球大战系列的最后一部 星球大战8 最后的绝地武士 摧毁和平的共和国后 邪恶的第一秩序惩罚银河 最高领袖斯诺克部署其残酷大军 企图掌握银河系的军事控制大权 唯有丽亚带领的抵抗军 勇于抵抗这个逐渐崛起的暴政统治 他们坚信绝地大师卢克将再度归来 重燃战争的希望之火 但抵抗势力已然曝光 在第一秩序赶往反抗军基地之际 英雄们准备展开逃亡 抵抗军中最好的飞行员波却独自驾驶战斗机 去拖延第一秩序进攻的脚步 并且违抗了丽亚的命令 带着轰炸机炸掉了第一秩序的一艘军舰 虽然立了功 但也让抵抗军损失惨重 好在他们成功撤离 逃脱了第一秩序的追杀 雷伊找到了在与世隔绝的孤岛上的卢克 卢克却直接将光剑扔掉了 他不愿意教雷伊决地之道 整日只专心干自己的事情 直到雷伊感受到了原力的召唤 在一棵古树里发现了许多古老的决地经文 卢克告诉他 自己不会再培养决地武士 也不会教他任何东西 决地时代应该结束了 另一边第一秩序很快就追上了抵抗军 他们的燃料不足 根本无法甩开追击 只能应战 丽雅也在这场战斗中身受重伤昏迷不醒 指挥权便转移到了新的指挥官身上 卢克来到了雷伊驾驶来的飞船上 想起了自己的过往 还有自己的好友索罗 而突击器人醒来走到他面前 给他看了当年丽雅的求救影像 卢克心软了 决定教授雷伊决地之道 七暗同名的第一秩序冲锋兵小黑想到 可以进入他们的主舰 短暂禁用追踪气筒 就可以让抵抗军消失在他们的视线里 波德之后 决定不通知新指挥官独自执行 然而第一秩序安保屏障有代码保护 他们迫切的需要一个解码师 于是小黑带着胖妞来到了一个 制造武器剥削人民纸醉金迷的腐败行求 点人在诺大的赌场 找到了那个胸前带红花的解码师 却因为张停车被打晕 带走关进了监狱 巧的是牢房里也带着一个 他们立刻带着他前往第一秩序的军舰 却反被他出卖 还让第一秩序的首领斯诺克 知道了他们的计划 是通过运输舰逃离到抵抗军曾经的废弃基地 斯诺克立即下令攻击抵抗军所有的运输舰 学习绝地之道的雷伊 与头身黑暗的伦之间产生了某种感应 他意识到伦内心的善良还没有完全泯灭 他决定去第一秩序的军舰上 唤醒他回归正道 完全忘了伦杀掉自己父亲索罗时的决绝 却克再三劝阻也没有用 真是too young too simple 当晚雷伊就开着飞船离开了 卢克气急败坏带着火把准备烧掉所有的绝地经文 关键时刻他却犹豫了 就在此时又大大师出现 召唤雷电劈掉了古树 孤岛上燃起了熊熊烈火 卢克想去拯救经文 却被大伙拦住了 他们需要的已经不是这一只经文 因为原力和绝地之道都已经在他们心中 不出所料 雷伊被伦带到了斯诺克面前 斯诺克不停地劝他头神黑暗 既然雷伊一直坚决 便命令自己的徒弟伦杀掉他 没想到伦利用雷伊的光剑 杀掉了自己的师父斯诺克 雷伊以为他气眼投明 然而实际上他是想谋权篡位 想自己一统银河 就在他们俩相持不下的时候 抵抗军的指挥官驾驶军舰 冲向了第一秩序的舰队 救下了仅存的几架抵抗军战机 雷伊也趁机和抵抗军会合 第一秩序的新手领轮 很快就带着几起人大军 追到了抵抗军所在的星球 准备对他们发起猛攻 要将他们赶尽杀绝 关键时刻卢克出现了 成功的为抵抗军拖延了逃跑时间 就在轮要和他展开对决的时候才发现 原来这只是卢克的全息影像 此时他人正在孤岛上 他的大线已知 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 他的身影随着夕阳一起 消失在了空气中 他没有悲伤和痛苦 只有和平和意志 雷伊也将和黎雅一起 重新组织反抗军 和黑暗势力斗争到底 反抗军在这一天重生 战斗在这一天开始 卢克更不会是最后一个绝地武士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你点赞关注评论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回顾经典哦 欢迎大家在评论里 留下想看的片名 让迷妹带你看进各种 真假科幻电影 小期见了